那么下面呢咱就把 在前天咱们讲解了TCP的这个支点 给大家再说一下 咱们在前天讲解TCP的时候了 其实主要完成了一种网络的一种数据的共享的方式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电脑上的数据 和你同桌电脑上的数据之间一个交流 一个交互 我有一个Hitle World 我想发给你 你可以收到 那用的就是TCP 你用的就是UDP 那么网络通信里边 对于咱们开发者而言 基本上就是用这两种 那么真的就只有这两种吗 99%的可能性就是这两种 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方式 比方说用来搞网络安全的 我想分析分析我电脑上FW的数据 不管是给哪个程序 我想分析分析 我想FW的都给他抓取的 那么这种时候有特殊的 而不是用TCP 而不是用UDP 简而言之的大部分基本上所有的程序 都是这种UDP和TCP的 那么咱们再去讲这个前天的 这个网络通信TCP的时候了 咱们多多少少的和UDP 是不是一个进行了一个简单对比 什么吧 不要困啊 也不要拖着塞 越拖塞 就是拖着你这个是吧 这个下巴越困 他也投了啊 那么UDP 它是一个什么呢 咱们说了 是不是用户数据报的一个东西 是吧 TCP了 是不是一个传输控制协议的 是不是一种协议了吧 简而言之具体的UDP和TCP 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这无关紧要 那么关键的是什么呢 你所要理解的是UDP和TCP是完成网络通信的两种方式 UDP 它简单 一 创建套件则 二 Cent2发送 三 Close 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UDP特别简单 TCP呢 稍微复杂一点 TCP是严格区分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而UDP是什么不区分呀 那么UDP是不区分的 那么如果要是咱们把所有的流程给它写上的话 那么UDP基本上它的流程是什么呢 一 创建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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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套件字 接下来 Cent2 然后Receal from 然后接下来Close 基本上是不是这个流程了吧 如果你想要绑定一个端口 那同学 你是不是就绑定了 绑定了 那么对于TCP 对于TCP 咱们接下来 套件字 只是必须要做的 那就看你到底是想要做套件 这个口端还是服务器 如果你要是多客户端 那么它的流程就是什么呢 Connect 接下来就是Connect去链接服务器 那么链接完了服务器 接下来之后就是可以用Send来发消息 然后用Receal来收消息 然后用Close 是不是也是关闭了吧 如果要是把Send和Receal放在一起的话呢 其实它们也很利用 这是TCP的客户端 那么TCP的服务器 TCP的服务器 它的流程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一个创建套件字 接下来干什么 绑定 接下来Listen 接下来Accept 只有Accept的成功之后 接下来你才可以调用Receal收数据 然后Send回数据 如果你不想收也不想发了 接下来是不是就Close了吧 所以说呢 这个流程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要记住关键点 记住关键点 流程是最重要的 而至于这个Socket里面那个参数 通过忘了那个参数 我记不住这个参数思索意味着我没学会呢 同学们 这不是重点 一个参数谁能背得过呢 那我要是能背过的话 我要问你Linux里面有三四百个命令 你为什么不背 因为是这个道理吧 学会怎么学 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了参数不管它 将来查一查就完了 流程就这样子 那么我提个问题 UDP必须要绑定吗 不一定吧 那不一定 我怎么发给你 就是我在不知道你的端口的前提下 我怎么才能发给你 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 如果你的端口 比方说你的FQ没有绑定端口 而是一个随机端口 不好意思 我咋知道你用的是谁啊 你是随机的 你这一次双机运行 你把它关了 你再双机运行 甚至你电脑不重启 甚至电脑重启 你重新运行一下FQ 它里边端口都不一样 听懂了吗 也就是说在一个程序 没有绑定端口的前例下 就好比你告诉我 东哥我有个手机号码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蒙圈了 中国人有这么多 我咋知道你手机号码谁 不知道 因此同样们 这是个原则 一般 一般 如果你做这个程序 就是想用来收数据的 一般需要绑定 如果你仅仅是用来发数据的 你的端口是谁 无关紧要 你只要保证 你知道对方的端口就行了 那么说能理解吗 你想给我发 我肯定有个固定的 就这个道理 那么对于TCP而言 TCP的服务器 基本的流程是 它一定有绑定 那我要问问 你一个问题 那么TCP的客户端 在这个地方大家看 创建套件子 接下来connect 是不是接下来 我们并没有办的 绑定套件子 绑定端口 那么请问我TCP 到底需不需要绑 这个问题 绑行不行 那为什么不绑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 是你主动给我打电话 我确定了就行了 你是不是 即使用过公用电话 厅里面电话 是不是也可以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要注意 如果你是先给我打的 你是谁无所谓 因为你只要一给我打 我的手机上面 是不是就有雷电显示 我就可以给你回了 但是如果我在 不知道你的电话的情况下 我主动给你打 这个事 简单来说 UDP 如果你想用了搜数据 一般绑定 对于TCP的客户端 一般不绑定 听听清楚了吗 那我绑定也没有问题 那但是我要说了 TCP的客户端 一般不绑定 为什么一般不绑定 你绑定也行 为什么一般不绑定 大家比方 比方说多开 QQ QQ它用的是什么呢 这个QQ因为历史原因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 QQ它是用的UDP实现的 UDP一个特点 UDP是不是就没有 这个connect链接 是没有链接 这个过程了 简单来说 UDP简单 但为什么QQ用的UDP呢 因为很多年之前 就是很多年之前的时候 QQ呢 这个腾讯 马化腾多的这个腾讯公司 它当时由于硬件限制 咱们今天买个手机 你想都是 四个进内层 八个进内层的 很久之前 连智能手机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服务器呢 不可能 由于硬件有限制 导致了很久之前的QQ是UDP 那么因为QQ是用的UDP 而且发展的很快 那么将来比方说 有了好几千万用户的时候 你接下来再去改程序 你觉得你能改得动吗 为什么改不动了呢 大家说 动了 给了不就 捧住了C 把程序停了 我接下来 改完 改完我在运行 不就完了吗 你觉得能行吗 上下个场景 我昨天写了个程序 我觉得有个bug 我得改 我Ctrl C把程序关了 我接下来改完 改完之后 我Python 3 控格 什么什么的 PUR 是不是紧接了运行 你写的程序是可以这么多的 但是腾讯服务器 每一天你觉得哪一刻 可以关 晚上12点 你觉得可以关吗 有夜猫子 三点都不睡觉了 你关了 那夜猫子怎么办 那就骂他了 绝对不能关 那三点关了 还是四点关了 对吧 你三点有可能夜猫子 刚睡觉了 有一些这个什么 早起来的那拨人 起得比那个鸡哈 早那拨人 又起来了 那请问你 你什么时候关 一天24小时 任何一刻都不允许关 那么多多少少的 就导致了个问题 腾讯起来这个程序 自从很多年 之前运行起来之后 它一定是百分之百 一直在运行 那至于它是怎么更新换代的 它是这样的 我一个电脑 现在用的 在我不关这个电脑 前提下 我在我旁边 再放一台电脑 把所有的东西都部署好 都整好 然后接下来 我让这两个 一起为大家服务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先让我的这个电脑 先用来为大家服务 我不是说我要换电脑吗 我在我旁边 放一台电脑 放一台程序 把这个电脑 再放上新程序 接下来 我让这个电脑里边 服务两三个 先试一试 有没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说在过的请求 我说你这样 你别给我了 你给那个电脑吧 慢慢的都给了那个电脑 当所有的请求 都到了那个电脑的时候 我这个电脑 自然而然的 是不是可以关了吧 因此这种情况 是在没有关闭服务的前提下 是在更新代码的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就遗留下来了 UDP 今天的QQ 依然用到了UDP 也用到了TCP 所以说今天是两种都用了 今天两种都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么QQ 它到底客户端 需不需要绑定 不需要绑定 那不需要绑定 那就纳闷了 就去冲突呀 矛盾呀 东哥你是刚刚说的是 A给B发 必须B要绑定端口 没错吧 那既然你说了 QQ又都不绑定 那么我给我同桌发的QQ 你不说他不绑定吗 那我怎么发过去的 你说是这个问题了吧 所以说东哥 在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说 我那天的时候 是比达留了个问题 如果咱们这个端口不绑定 即QQ 它是怎么通信的 CQ是不绑定吗 那么QQ它是怎么通信的 东哥 简单来说 如果在一个网络里边 如果这个小方块的这个电脑 想要给这个电脑发送 那必须百分之百 需要知道它的 IP以及单口 百分之百 听懂我意思了吗 必须要绑定 言外之意是 它必须要绑定 但是要是对于一个互联网而已 你可以不用绑定 那怎么做的呢 就去看他们 上面你理解为 这个哥们是互联网 就是一个 比方说你上的那个 3W的那个网站 那个网络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A 这个地方呢 有个B 就这么说吧 这两个都是QQ QQ1 这个呢 是QQ2 那他们两个 在不绑定端口的前提下 他们是怎么通信的呢 最听 你在用QQ的时候 请问 你想和你媳妇说话 是不是第一步先登录 对吧 怎么着呢 注意看 腾讯的服务器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地方 是腾讯 是腾讯 腾讯 的服务器 腾讯的服务器里边 有固定端口 打个比方 我只打个比方 到底腾讯是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 我没在腾讯工作 我不知道 我只打个比方 7890 可以吧 好了 注意看 你们 你将来在用QQ的低步 你不是先要登录吗 我QQ先去链接这个服务器 请问 我这里边总知道 腾讯服务器的端口吧 没问题吧 我的端口是谁 无关紧用 但是我知道腾讯的端口就行了 好了 QQ的客户端 连接上了腾讯的服务器 7890 连接上了 请问 我只要一连接上 即使我的端口再随机 我打个比方 比方说 6135这样了 够随机了吧 7135这样了 请问 这边 是否知道QQ的端口 知道吧 知道 那么也就是说 我只要一登录 它不是固定的吗 我先去练它 它就知道我的端口是7135 那么 同理 QQ2呢 它 也 去登录 在它服务器的时候 也向7890里边去链接 打个比方 它的端口是3867 这么一个随机端口 来 请问同学们 腾讯的服务器 是否知道这个QQ2的端口了 是不是也会知道 你给它打电话 当然它知道你的端口了 对吧 那么它知道你的端口3876 它知道你的端口7135 那么请问 你设想 这个场景 你在你的QQ里边 你先翻一下列表 你找到谁 双机之后 你接下来发了个哈哈 请问 你发给谁啊 你把哈哈 请问同学们 你把哈哈 是不是接下来 要发给腾讯服务器啊 那发给腾讯服务器 请问腾讯服务器 起到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啊 转发 对 非常不错 腾讯服务器 起到这个转发都有 腾讯服务器说 你给谁发的啊 来把QQ好友 给你找出来 请问 你在这个地方双机的时候 是否有对方的QQ号号码吧 我把数据给了腾讯服务器 腾讯服务器 接下来根据你发送的目标的 QQ号是多少 我接下来看看 你登录的时候 到底是哪一个 哪一个线 连着这个Q号码 请问接下来 我把这个线 传递给3876这个端口 请问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就收到了吧 也就是说腾讯服务器 完成了一个转发数据功能 来最终 特别看 QQ1 没有绑定端口 QQ2 没有绑定端口 能不能他们之间通信 没有问题吧 他多亏了是谁啊 服务器 也就是说腾讯如果没有服务器 我告诉你 QQ必挂 所以说呢 现在的黑客都干什么呢 就是腾讯的服务器嘛 只要把服务器黑了 那QQ百分之百就完了 一定是这个道理 那那么不绑定QQ的 不绑定QQ端口的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还有一个 如果在你的电脑上 你又运行了个QQ 请问意味着啥呀 是不是相当于多开呀 我又运行了个QQ2 我接下来 我再去登录的时候 请问是否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登录啊 那么我接下来 既然没有绑定端口 那就是随机了呗 比方说1245 请问没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 我的一个电脑里边 这个端口 标记这个QQ 这个端口标记这个Q 而腾讯的服务器里边 都知道我这个和这个 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上来就完成了 一个多开的个网 能理解吗 不见得一定绑定 但是看看你的架构怎么样 你就解决了 腾讯一定是这么多的 当然它只是做得更复杂而已 那么我问个问题 同学 你是否在QQ或者是微信里边 甚至是默默 甚至是什么探探里边 说过一些不太好的言论 说过吗 如果要是说过了 后果是什么呢 啥 你觉得这哥们给你转发消息 你以为他干了啥呀 保存所有的聊天记录 如果你说了一些不太友好的消息 比方说什么 什么RSRS那些东西 那么将来这些东西里边 全部都会存的 就是那个什么组织是吧 比较动乱的那些组织 比方买枪呀 乱七八糟的 这都不行 非法 那么这里边全部都有 也就是同标 不是说不查你 只是说现在你还没有被查的时候 如果想要查你了 直接公安局以公安的身份 到腾讯里边去调 腾讯 把某一个Q号里边的 所有的历史聊天记录 都调出来 腾讯百分之百要这么多 你听懂了吗 如果腾讯不做这个事 腾讯你还想干不 你不想干 这个知乎 什么 这个阿里一直 是吧 觊觎你这个地位 很久了 你不干了给他 是吧 所以说腾讯百分之百要 符合 要完成国家 对他的要求 因此这个地方 一个原刀 互联网上的规定要求 是保存至少六个月 你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你在半年里聊天记录 东东 我不是在QQ里边清空了吗 你清空的是什么呀 你清空你自己的 你和买个新手机 有什么区别 但是聊天记录都在服务器里边 谈了 听懂吗 至少六个月 但是话也说过来 腾讯会保存多久呢 腾讯是一个巨无霸公司 你觉得他至少会保存六个月吗 也有可能都不删 那么不删之后 大家是否有一个场景 在你的Q空间里边 现在我经常会看到一个消息 他会告诉我 你在去年今天的时候 你做了一件事情 有吗 这至少大于六个月了吧 你看你还敢说什么东西吧 你以后要注意啊 以后是言文自由 但是你别留留下把柄啊 这玩意儿这把柄太明显了啊 要注意啊 好了 这是在没有这个绑定端口的前提下 是不是也可以通讯啊 好了啊 既是个原则 小心一点 总是好的 总是好的 老同们 来这个时候 咱们刚刚不是基本上把TCP 以及UDP到底回忆过了吗 接下来咱就看一下TCP的相关的主意点 来咱们理了哈 来看 TCP的服务器一般情况下需要绑定 而客户端一般需要一般不绑定 请问为什么 面试官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答 作为服务器一方 一般是用来接收请求 给人回复消息的 对吧 如果你不绑定 别人怎么连接你 所以说服务器百分之百需要绑定 OK 结了 第二个 客户端为什么不绑定 如果你的电脑上想允许多开 如果你绑定了 那么只多有一个 没错了 同意吧 但是不见得这一个还能成功运行 为什么 如果我在运行QQ之前 我的QQ绑定 在运行Q之前 我先用了一个网络抽出手 我强制的把QQ那个端口给占了 请问我接下来 我在去上机QQ的时候 是不是QQ那个端口被用了吧 就失败了 因此为了保证客户端百分之百 没什么问题 不会因为端口而导致问题 一般不绑定 听懂了吗 第二个 TCP客户端一般不绑定 因为是主动链接服务器的 所以说只要确定好服务器的 IT和端口就好了 本地飞机 是不是咱们刚刚是不是也多多说说过这个意思了吧 第三个 TCP当中的Lasing 可以将Socket创出的套接字 由主动变为被动 这一定要做 想作为服务器 必须要做这一步 如果不做 那你的套接字 只能用来主动链接别人 而别人主动链接你是链不了的 那么TCP必须要做 第四个 当客户端链接服务器的时候 需要进行使用Connect进行链接 而UDP不需要使用 能听我意思了吧 那么言为这就是TCP稍微复杂一点 既然TCP有Connect的链接 那么咱们一不做二不修 直接这么称呼它 TCP是面向链接的通信 而UDP是面向无链接的通信 能理解我意思吗 因为你Connect是链接嘛 有一个掉的 有一个不掉的 那么TCP咱就称之为面向链接的 既用了电话的模型 而UDP它是面向无链接的 而是直接发送消息的 是不是咱们就用那个写信的模型 是不是来对比它了吧 写信的模型 好了 第五个 当一个客户端链接服务器的时候 服务器会有一个新的套接字 并且这个新的套接字 是不是accept返回的吧 accept返回值是一个元祖 元祖里边第一部分 是不是就是一个新的套接字 这个新的套接字标记的是谁啊 新的客户端 这个新的客户端 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服务器在没有接收到客户端的请求的时候 服务器会卡到哪个位置 服务器在没有接收到客户端的请求的时候 会卡到哪个位置 accept accept什么时候会不卡 就是什么时候会截堵塞 客户端如果调用了connect 成功链接了你 你是不是就截堵塞了吧 截了堵塞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做实想 好了 接下来再说这个 关闭listen之后的套接字 意味着关闭了被动套接字 就是那个被动的套接字被我关了 请问会有对什么产生一些影响 就是我把listen之后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点listen嘛 不是啊 我把那个给它关了 那么请问将来导致了什么不能用了 客户端有个新的请求过来 我再去用什么什么套接字 accept的时候 是不是就挂了吧 如果你关的是被动套接字 最低 那么将来你就不能再用accept 即新的客户端 你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要是关的是accept 返回来那个套接字 请问那意味着什么 不能再用了呢 是不是个客户端 是不是就不能再为它服务了吧 所以说呢 确计 创建出来的套接字 你不是经过listen之后 把它变成被动的了吗 那么这个套接字是用来等待客户端链接你的 只要你把这个关了 你就不能再接受新的客户端了 如果你要是把accept返回来 那个套接字关了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不能为这顾客服务了吧 所以说同学们 这个套接字一定要切记 我还有一个问题 要问了 最后一个 当客户端的套接字调用了close之后 服务器咱们的receive 是不是会解读上 且问解读上会有几种方式 服务器解读上会有几种方式 两种吧 哪两种 收到了消息 我肯定解读上 我卡在那儿干啥 是吧 第一种 第二种 对方挂了电话 就是对方掉了close 是不是我也会收到 这个receive是否解读上了吧 两个都解读上 即一个函数返回的值 它有两种方式 两种含义 那我怎么知道 它是哪种含义 判断返回的数据 长度是否为零 是不是将来 是不是咱就知道了 对方是因为掉了close 咱解读上的 还是因为对方发了个数据 咱们解读上 是这个道理吧 发返回过来的数据 长度为零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咱们结束的数据为空 用if那个判断就可以了 用lane来测试 它的长度为零 也可以 没什么问题 好了 这个就是咱们在 前面的时候 主要说的TCP和UDP 它有一个注意点 最后咱们说一下 咱们剩下的 像TCP3的握手 4的揮手这些支点 咱们会在讲 网络通信过程的时候 给大家讲解 这个地方咱们不进行讲解 咱们仅仅是为了 这个支点的更完整性 咱们放在了这个地方而已 放在了这个地方而已